位在深坑的东南科技大学赤字2000万元 将旧有的教室改造成实习餐厅 从经营管理、菜社研发、到外场服务 以及到餐点制作 都是由老师带着学生共同练习 希望以平时的价格兼具美味和安全的餐点 来掳获全校师生还有消费者的味蕾 东南科技大学最近大手笔投资了2000万 将原本三间旧教室改建成校内餐厅 作为餐旅管理系同学的中西日式实习餐厅 从内外厂实际经营、菜单的研发、服务客人到做菜摆盘 都是由餐旅管理系老师亲自担任大厨 带着同学们学习 让同学可以做中学 而经过了一个月是营运 东南Rita实习餐厅10号的上午正式开幕营业 我们要让老师的记忆能够得到传承 我们要让学生能够在这一个地方学到全套的 因为从它的材料的构进 从它的这一个整个餐厅的营运 还有到最后要算它的结余 然后还要客户的满意度 这一些是完全一整套的 餐旅管理系主任卢志芬表示 目前实习餐厅规划了面包房、早午餐、下午茶、宴会桌菜等等 餐点特色除了丰富精之外 更强调卫生安全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课程 那结合学生的实习 跟这个老师的教学 然后呢我们坚持在这个 餐旅的这个部分呢 食材用的最好 不加任何的人工的添加物 为了进驻实习餐厅营运 学校也特别举办了第一届东南Rita之星争选 并且在开幕这天进行决赛 评分标准包括了站姿、坐姿、走姿等项目 最后票选出了五名优胜者 此外 另一项中头系则是由学校餐饮科系 展现研发能力 发表创意茶餐 餐点结合了生坑茶产业 利用当地的铁观音与红茶的茶叶、茶粉、茶汁入菜 一道道中西日式料理色香味俱全 赢得了全场赞赏 而为了这一连串活动 也充分展现出了东南科大 培育优质参与人才的企图心 记者声明 在门期山坑采访报道